大家好 今天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水晶头小金刚机器的使用方法 首先小金刚分为三种功率的60瓦90瓦120瓦 现在大家看这里这个是90瓦的90瓦的机器 是根据水晶头的拼数大小来选择机器的大小 一般90瓦的是最常用的 6P 8P 10P的都可以压 大家看这里有几个开关 这是微调开关 现在把两个扳手 把两个开关调到下面这里 就是调模的时候微调 点动 现在把它打到上面 打上面 按脚踏 我们按一下脚踏 它就会动一下 现在再把开关搬到上面 搬到上面就是下面的微调 就是下面那个触点开关的开关 现在按脚踏不会动的 看个人的使用习惯 好 这样子 首先呢 我们就按用脚踏板的来试一下 把开关 把下面这个开关打下 好 大家看这里 水晶头穿进去 好 现在是全部压下来 没压之前 这个晶片是在上面的 再压一下 再压一个 好 再压几个 再压几个 好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微动开关 它这种就比较方便 直接用手底到位 它就会压 好 现在不小心拿慢了 好 再压一下 再压一个 看一下 是吧 这个线是很紧的 这上面这个螺丝呢 可以调 有的时候晶片如果高度不够的话 先把这个大螺丝松开 再调上面这个小螺丝 它可以把这个上模具上下可以调动的 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松紧 好 今天这个小金刚的使用方法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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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